到了科學會錄的時間 上個星期我們就講過 那個曼哈頓計劃和德國的原子彈計劃的分別 但是我想提出一個疑問 就是這個曼哈頓計劃 其實那個影響不像在原子彈製造的 它是不是造就了很多 後來成為美國第一線的科學家呢? 這個可以數到很多 你說科技上 我會這樣提 它造就了很多科學家 我待會講一下一兩位比較重要的人物 但是如果單單由那個鹽分原子彈所產生出來的專利權 是非常之多的 因為它始終本身是一個運用能源的手段 產生出來的威力很大的一件事 它是一個將能量很集中運用使用的一塊東西來的 你說的原子彈就是這樣的事 而且這件事是其它 現存其它的能源 是沒有辦法做到的這種境界來的 所以當時很有趣的 去參與曼哈頓計劃的各個部門的人員 他們都有權優先去claim他們自己的項目帶來的專利權 比如說簡單一點 有一位有份參與的就是 比如Richard Feynman 李查輝曼 他參加曼哈頓計劃的時候 他還有一個年輕人 他只是周圍搗彈而已 但是他參與的時候 他隨便說過 有幾個專利權 歸了他 和他研究小組的 主要是有幾個歸了他 就是說 一個用原子彈去製造的一個發動機 好像一個噴射引擎 接著就是那個叫做核子噴射引擎的專利權 原來就在Richard Feynman的手上 在一段時期裡面 但是他後來就很便宜的價值 用一元美金賣了出去 他自己是沒有興趣的 還有他自己 太多的麻煩雜招東西 有人以為有用的那些東西 但是其實你看到今時今日 我們都還沒有發明到一個由核子發動的噴射引擎的 但是到今時今日都繼續有人有興趣去研究這件事 事實上就是 如果我們能夠發明到這件事 我們去上火星 是變得更加可行的 就是那個原子彈科技 它出來之後 它對於整個科技的那個界別 帶來了很多新的衝擊 是 整體來說 這個對於那個新一代科學家來說 是不是一個試驗場 令到他們可以測試到自己的能力去到哪裡呢? 我想大家當時參與都是為了找一口吃的 其實都是 但是很有趣的 大家研究人員很多時候就逐水草移居 就是哪一道的研究資源多就走去哪一邊 隨著這個由二戰轉入冷戰 在這些原子彈研究的資源一直都有在 所以你會發覺就是有很多的科學家 他們就繼續去追隨這些武器的研究 做完原子彈 又做氫彈 又做中子彈 又做那些康莊彈 一路這樣下去 但是同一時間有一些 你想都想不到的 譬如如Richard Feynman 這些 它就歸於這個理論文理層面的研究 另外有一些 譬如對於X光研究的那些專家 因為其實在一個核子反應裏面 就產生大量X光 然後你想看一些分子結構也都要用X光 這一班曾經參加過馬哈頓計劃很熟X光的人 其中有一位就走去研究這個DNA 那個就叫做Maurice Wilkins 他有份和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 一起拿這個諾貝爾獎 其實我會說在一個另外一個角度裏面 訓練了這一班這樣的原子能的科學家出來 而這些原子能科學家 不是個個只是物理學家來的 而是很多人很喜歡有其他學問的涉獵 有些去混合過界之後 就原來對於其他界面 給了一個很大的影響衝擊出來 原來有些是去到人類意識的研究 還有這個人類的基因資訊的發言 原來你會發覺都有曼克頓計劃的痕跡在背後 好 我們要講講這個Richard Feynman 剛才你提到他在裡面很搗彈 其中一件事我們所知是他喜歡開甲慢的 你怎麼解釋他這種嗜好呢 或者不要先解釋他當時做過什麼呢 其實你去到被派到任何一個任務場所 當時應該說Richard Feynman去的那個叫做 洛沙拉莫斯 洛斯亞拉莫斯國家實驗室 今天還在非常積極地運作的一個國家實驗室 當時去搞這些原資能計劃的人 就扔到那裡了 那裡就夠了叫天不應叫地不民 所以是一個很像可以很秘密的地方 當時也沒有人造衛星技術 你去到那裡滅沒人煙 那些地方最適合就是用來困著一班科學家 做一些古靈精怪的研究 這個也是因為這個國家實驗室的色彩 令到在這個冷戰時期 就有很多那些神秘傳說的 就是第五十一區 就是很古怪的東西 其實很多的研究其實是和這個冷戰有關 和對付蘇聯有關 那Richard Feynman 去到那個地方 我只能夠說悶 沒事做 但是基本上有什麼書就看 就是有什麼學問就轉去蒸 那他有一段時間自己就很喜歡 就是到處試試開鎖的 學一下怎麼開鎖的 去破別人的鎖的 那其中一個情節呢 我自己還記得就是說 那因為呢 在諾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裡面 很多的尤其是和原子能有關的那些文件 是要保密的 所以他們買了很多這些 有密碼鎖的文件櫃 在那裡 然後當然你有文件櫃 你要發密碼 這樣 然後呢 那Richard Feynman 經常做一件事 就去看看哪一個密碼是能破得到的 然後裡面留了一張詞條 留下一個線索 或者甚至裡面拿走了一些東西 拿走了之後 他不是自己吃了 是將它放在那個人的另一個地方 那裡 然後告訴別人 你這件事就被人動過了 他的樣子 他經常這樣 當然這個可以拿來去拍攝 自己又沒有被人發現到 然後他看到整個實驗室的人 就vr鬼叫 好不可以好慌 在那裡查來查去 可能就覺得一個很有趣的惡作劇 但是很有趣的 在那個環境裡面 又包容了Richard Feynman 那麼倒彈的 這個又要多得好彩 就是他自己的背景 身家背景比較清白 他本身是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中間也不被人抓到 他和蘇聯有什麼關係 所以在那裡的時候 他就算在裡面倒彈 都不會有人認為 他是蘇聯間諜那樣的東西 但是他其中一個發覺就是 他就說 我們已經給了這麼多錢 他去走去買了這麼多隔板 為什麼你一夜就破了 然後Richard Feynman一句話 他說 你給了很多錢買這些隔板 但是這些隔板 每個出廠的時候 都是用那個default的password 說你們又不改password 其實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問題 全部就是0000 你每個出廠的時候0000 你自己不改 全部就是0000 跟你破了 打開了 然後有一個就是更離譜 有一個就是 雖然他是有一個密碼鎖去扣住了 但是他竟然發覺 在一個櫃裡面 原來後面拆開一塊板 是可以將整條帳 拔下來 基本上那個鎖是廢了的 就是基本上 整個鎖 整個櫃本身的設計 是很有問題的 就是令人很容易 就是可以從背部 到穿櫃桶底去摸一些東西的 Richard Feynman不是只是靠運氣的 他在那個去解那些這樣的 普通的機械鎖 就是怎樣 他都有自己的心得 但是他不說怎樣去聽 就是拿那個醫生聽筒來聽聽 裡面怎樣去插密碼 那些這樣 他是純粹為了解悶 然後他就去破解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東西 他拿來玩惡作劇之後 其實最後的結果就是 幫助到整個國家實驗室 去提升他的保安水平 你猜如果他今天還在山上 他會不會變成一個hacker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對於他來說 他認為去hack這個物理學的奧秘 是更加有趣的 就是 我想其實你說去做一個hacker 的那種talent 和去hack這個科學的秘密 就像愛因斯坦 Richard Feynman這些人 去hack這個自然的奧秘 我覺得都是那種發燒程度 都是同一種的精神 不過就是你喜歡 就是 在一個algorithm裡面 去hack進去 去找別人的back door 找別人的漏洞 還是去找一下這些萬物 就是背後那個真理 去hack哪一樣東西 但是你看他的行為 他似乎對任何事情 都覺得是一種problem solving的technic 來的 以他來說是 就是在他的生平裡面 去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會是 他純粹去 就是他想 也很願意去拿去其他 不適合的經驗 來去融入去自己的新的理論 那裡 就是自己玩到沒東西玩 就去看看那些飛碟怎麼轉來轉去 竟然最後把這件事 用在他的量子電動來學那裡 然後就 怎樣把那些現有的量子電動來學解釋 自己找一個新的 新的解釋下去 那樣東西叫做 Find and path integral 給一個富裕的新的演繹下去 這樣 那這件事就是 我想他自己一個個人之處就是 他不只是去把一些未解的問題 去做研究很簡單 而是他很有興趣 去把這個 大家認為已經有答案 有解釋的東西 去找一些新的方法 重新演繹一次 那這件事 是在他自己的教學工作那裡 融合他的研究工作那裡 最大的得著 那後來穿梭基爆 為什麼要找他做那個 就是失事原因的調查者 其實你問我 我想他真的是 第一他拿下培獎 第二他已經 接近退休年齡 搞得閒 第三 就是他本身 他真的有一個很強的溝中能力 那我想就是 從這幾樣東西找到他 就是你本身找一個 還是很 通常你都要找一些 老資格老行 專門可以震得住 其他人的那個人 來去做這件事 那我又覺得找到 Richard Feynman 去負責去主持 那個挑戰者一號 那個調查 又是挺神來之不的一件事 因為你問我 雖然那個 穿梭基升空 很多東西就是由 民理的原理去決定 但是在實際上 那個機械操作層面 其實很多東西 都已經是超出了一個 民理學家 他的專業範圍以外 但是依然可以找他 來做這件事 那我想就 純粹就是因為 他有一種 有種聰明之餘 還有一種 溝通的能力 就覺得他最適合的人選 而且他後來 他找出來的 那個失事原因 是很簡單的 失事原因 不是他找出來的 但是他找到一個方法 去present給別人聽 那個失事原因 其實是可以怎樣去理解的 就是他就拿了 那條橡筋去綁住玻璃杯口 來表示那個部分 就好像這樣了 這條橡筋現在凍了頭 凍了頭 就怎麼樣 硬了 裂了 他原本不應該這麼冷 我們就沒有看到那個標準 他是想像中冷了 我們都不理 於是他就裂了 裂了他就困不住那個杯口 於是他那些東西一爆的時候 整件東西就爛了 其實他就變了用一個 一個很形象的方法 去講這個故事出來 但是裏面那件事情 是不是普通的一個橡筋圈 這麼簡單呢 又不是的 其實就是 如果你真的樣樣細節都講出來 就大家一堂無水都聽不明白 嗯 那換言之 他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科學的 科學譜的溝通專家 其實是的 其實是的 所以為什麼在今時今日呢 甚至乎我們科學新鮮 這麼特意挑出來講呢 就是因為無論在那個科學研究 還有那個教學啊 還有在那個工作形象裡面呢 那他都是一個很優秀很特別的人物 而且又適逢他 原來他也是跟這個馬哈頓計劃有關 所以我們的回憶就一直這樣飄過來 是啊 但是馬哈頓計劃裡面呢 群星湧然啊 就是非常之多 但是記憶就是 Richard Feynman也是猶太裔的 在裡面我想佔了那個比例呢 是相當高的 那你覺得就是 希特拉當時趕走大量的猶太裔的科學家 對他來說 對德國來說是一個致命傷呢? 就是 這件事情他自己又不稀罕了 因為他自己可能看到自己 就是那個民族本身已經有足夠多的優秀的科學 可能是這樣的 我想吧 就是去到這些純粹是 就是拿民族仇恨 就是去判別是非的時候 那很多事情都會弄的了 就是等於你現在這個世界 你現在要怎麼防疫 你不用科學標準 就是用自己的喜好 用自己的信念來做標準 就是有東西弄的 是啊 但是要借補錯的 Richard Feynman不是在德國的 他雖然是猶太裔 但是他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來的 現在走到這個位置都非常美國 他出生的 他本身出生的時候 那個祖家 就是在紐約 我叫Far Rockaway的地方 其實我是很遲才留意 就是我自己當時看 《Fightman傳記》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字沒什麼感覺 是到了我自己去美國讀書 讀到後期的時候 我發覺《Far Rockaway》 就是這條死人地鐵線 踏到最盡的柳木人 那個位置 就是那個位置 基本上就是紐約市的 最東邊邊緣海岸的地方 你問我那個地方 像什麼 像一堆防波堤 其實基本上就是 就是在大西洋那裡蓋過來的浪 就不會蓋 蓋到這個 就是比較內陸的地方那裡 那裡我想冬天也很難捱 也很荒蕪 只有一些本身是拿來去度假 就是有時候 因為那裡始終就是一個 紐約比較邊緒的地方 以前不流行坐船 坐飛機去旅行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去到這些市郊的地方度假 就是我會形容那些位置就像什麼呢 就是像你現在的人說去黃金網岸那些這樣的位置 就是去入屯門度假的概念 其實就是 那你講的不是現在的黃岸 不是你講的就是黃金網岸 那時候Farloway是在講的 一到了這些夏天那些季節很旺人的 哇 一到冬天就會死直了 那他自己也都講了 他本身那個人的個性呢 就跟他在這個Farloway的生活呢 都有一些的關聯在那裡 是什麼關聯呢? 最主要就是那時候夠狂 那很多東西呢 你就要靠自己弄 那你呢 也都不會叫到別人進來 Farloway幫你弄的了 那於是他很習慣在家裡 就是有些什麼壞了呢 就自己下手就算了 尤其是他那時候自己第一次弄 他在這個轉機就特地說 他怎麼去弄那個壞了的相機 那時候那些相機那些 還不是說原子粒的嘛 是說一大國不知道有整個那些燈淡幾個那些東西 那些電容啊 尤其他要有幾個那些東西 那他自己這樣找一些替代品 一手一腳自己搞定了 就是令到他們說令到自己就是很... 其實你發覺美國人也是的 尤其是經歷過戰後那些東西物資缺乏啊 又窮啊 那些東西又不想給錢 全部都是自己搞定的東西 那於是對於那些機械結構那些原理那些東西 下手下腳做的那些就是... 似乎就是...有人就說 就是美國人就 就在乳生俱來拿著士巴拉出生 那你有沒有那些說法呢? 是啊 所以他講了他 他不是很喜歡看書的 所有東西都是從頭自己... 自己摸一次 自己摸一次 那這個是最好的學習方法 但是我們希望 其他學生都這樣做 你就不要... 都靠老師自己... 老師說什麼你就說什麼 他不是這樣的嘛 好啦 我們今天節目差不多了 再次恭祝大家新年進步 希望來年2023年再跟大家見面 那我們應該2023年1月都還會跟大家見面一次 是 沒錯 我們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 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